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介绍一款有质感又带有强烈个性的一个质感清灰风格色调的一个Lightroom修图技巧 这款修图技巧在好天气的时候会带有一种日系的一个气息 那如果在天气不好或甚至光线不足的一个条件之下 又可以发挥出很好的一个效果 甚至能够靠它挽救一些你手上非常多拍不好的一个照片的部分 如果有订阅观看我频道的朋友应该都会知道 Steven在上一集有带大家到台北的万华环南公寓 用Sony的HCR做一个以日人像的一个实战拍摄 所套用的一个滤镜 就是质感清灰风格色调的滤镜 如果还没订阅我频道的朋友 赶紧订阅我的频道来观赏精彩的一个影片内容 Steven现在就直接带大家到今天的教学影片内容 首先我们来到Lyron Classic 我们第一步来到色调曲线 我们这边低光的话我们做一个定锚在25 做一个霧感 中低光的地方的话我们做一个手脸 拉到55左右 中间调的地方我们回到原本的位置 大约拉在120 中高光的地方我们定锚在200 高光的地方我们做一个手脸 到245左右 那最后的话我们在低光以及中低光的中间 我们拉一个小修正 大约拉到33 的一个调整 那这边的话我们色调曲线就结束了 接着我们来到基本的参数值 那大家也稍微有一个观念 就是我们在修图的时候 尽量就是以色调曲线为优先 接着我们再来调一个基本参数值 这样子高光以及暗部的色彩 比较不容易爆掉 以及会比较自然一点 那这边的话我们色温要去做一个修正 我们色温的话大约是5000到5200 然后再来我们这边曝光度的地方 我们加0.15 对比度的部分 我们这边做一个褪色的效果 我们拉到-40 亮布的地方我们也是同步做一个修正 拉到-60 阴影的地方我们稍微拉亮一点 加20 白色的地方不动 我们黑色的地方稍微修正一下 -20 接着纹理清晰度 Steven也是不动 在去萌楼的地方的话 我这边稍微调整一下 我们拉到15左右 那如果说喜欢强烈一点的话 数值可以再拉多一点 接着我们在鲜艳度跟饱和度 也会去做一个修正 我们让照片的色彩比较强烈 鲜艳度跟饱和度我们个别调 30以及20 让整个颜色凸显出来 我们这边结束之后 我们来到色彩的混合器 红色的地方我们色相先不动 保和度的地方的话我们加10 我们让纯色保和度高一点 明度的地方我们也是加10 让纯色比较亮一点 接着橙色 我们色相不动 尽量不要去影响肤色 再来就是保和度 我们拉到-40 主要是做一个吞黄以及亮白 接着我们在明度的地方加40 我们让整个肤色能够透亮起来 再来黄色的地方 我们色相拉-60 我们主要就是让一些黄 把它做一个吞色 做一点底片的感觉 复古的感觉 保和度的地方也是拉到-60 把整个颜色做一个吞黄 绿色我们色相不动 保和度一样我们拉-70 让我们的绿色 也是带有一点底片的感觉 吞色感 来到水绿色 一样保和度的地方 我们去拉到-70 这都是一个吞色的概念 我们让上面的指标的颜色 都去做一个吞色 蓝色 我们一样保和度 去做一个-70的数值 让我们的蓝色的地方 做一个吞色 这些都是一个抽色的概念 让这些颜色不要这么的强烈 更符合照片的一个整体感觉 紫色的地方 因为里面没有什么紫色 其实可以直接拉-100 阳红色的地方的话 我们也是做一个抽色 直接到-70 或甚至-100都没有关系 那在这边调完之后 其实这整个质感青灰色调的 雏形已经出来了 接着我们来到颜色的分级 主要有中间调亮部以及阴影 那这边的话 我Steven会去调整 这边强度拉到10 那位置的地方 我们会拉到180左右 那这边的话就是颜色分级 是这整个 质感青灰 风格色调的一个主轴 也就是一个重点的区块 颜色拉到180的地方 整个看起来会有一个 青色调的地方就出现了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明显 再来就是我们这边 混合的地方 我们拉到100 我们拉到100 整个轻调的感觉会更接近 冷调更强烈 平衡度的部分的话 大家可以把它调整到大约60 那当然如果喜欢暖调的 可以把它调到-100 这边的话就看你个人喜好 今天Steven这边是介绍 青色调 因此我们加到60 整体的青色的感觉就出现了 我们这边调完之后呢 我们来到细节 细节的地方的话 我们可以减少一些杂色 以及让解析度 拉强一点 不过HCR它的6100万的画素 其实画质非常的细腻 这边的话会稍微去减少一些杂色 我们就把明度调到50 颜色的部分的话 也把它拉到50 降低一些杂色的表现 让整体的照片更通透 还有更清晰 也比较干净 那调整到这边 其实大致上的一个风格档 其实已经调整完成了 那最后的话 我们就会进入到效果这里 我们可以把这边的运营拉到-20 营造一些气氛感 那这边的话也是依照你个人的喜好 OK 我们现在来看修图后 以及修图前的一个差异 可以看到整体的青色调的部分 都展现出来了 那我们来看其他的照片的部分 这个是修图前 那主要就是因为阴天会有一些色偏 或是光线不足的地方 那我们可以借由 质感的青色风格色调 来去做一个修正 并且强化一些个性的一个色彩 让你的照片更亮丽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修图前以及修图后 那修图前其实光线不足 那我们可以借由 滤镜的部分去补足这一个区块 让照片做一个补光 以及修正的动作 那我们再看其他的照片的部分 修图前以及修图后 那修图前的话 那色彩没有那么亮眼 那我们可以借由 青色的滤镜的效果 来展现出一些带有复古 以及青色的一些 个性的感觉 来营造这个气氛 就算我们是接拍也是一样 我们修图前 然后在对比我们修图后 整体的一些独特性 跟一些想营造的气氛的感觉 就跑出来了 然后这一张也是修图前修图后 因为在办事内的部分的话 光线会比较不足 然后颜色的部分 也会造成一些色偏 那我们可以借由这个调控档 来去修正一些人像肤色的一些色彩 并且让它更有质感 以及增加它的一个个性风格 让照片看起来更优异 有做到加分的效果 甚至把一些照片都能够救回来 OK 以上就是今天质感青色风格色调的一个教学内容 看完了上面的教学内容之后 有没有觉得质感青灰风格色调的一个调色的色彩 非常的迷人 那其实Steven也想要跟大家稍微补充一下 像光影的部分就是一张照片的一个灵魂 那色彩的部分的话就是点缀在灵魂上面的一个调色盘 因此有做到画龙点青或甚至加分的一个效果 那大家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跟Steven分享 大家喜欢什么样的一个调色风格 那Steven都可以调出来给大家看看 OK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我影片以及我影片内容的朋友 欢迎按赞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喔 那当然也可以分享给周遭喜欢的朋友喔 那我是Steven 我们下次见 拜拜